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题日 北京时间1月5日 国际拼联男子总决赛正在进行 目前单项四强大名单已经全部出炉 男单半决赛中 国拼林高远对阵樊振东 意味着国拼男单提前锁定决赛席位 林高远在四强席位争夺战中击败马蒙 突破心魔与自我 另一场男单半决赛 王楚清对阵华裔选手秋档 男双四分之一决赛中 国拼林诗栋林高远出场 对阵德国组合奥恰弗朗西斯卡 首局比赛奥恰弗朗西斯卡先升夺人 以12比10惊险先胜一局 四局林诗栋林高远开始反攻 两人搭配还是非常默契的 11比7扳回一局 双方大比分1比1平 第三局林高远林诗栋乘胜追击 11比6再胜一局 第四局林高远林诗栋5比2开局领先 奥恰弗朗西斯卡并没有放弃 中局阶段林诗栋林高远7比4领先 关键分林诗栋林高远连得4分 以11比4锁定胜局 总比分3比1逆转淘汰奥恰弗朗西斯卡 成功晋级男双四强大名单 林高远完成大逆转 携手林诗栋总比分3比1晋级 本届总决赛林高远发挥稳定 双线晋级保持全胜冲击总决赛双冠王 赛后林高远面对媒体采访表示 这一场比赛打得非常纠结 尤其是第一局稍微有点保守 打得比较小心 后面开始主动进攻 林诗栋也表示前两局稍微有点保守 后面更加释放一些 另一场男双4分之1决赛中 国平小将袁立岑向鹏 对阵日本名将宇田姓史 护上损辅 后者宇田护上世界排名 增高居第一 首局比赛宇田姓史 护上损辅11比8先胜一局 四局相鹏袁立岑开始发力 11比8扳回一局 第三局相鹏袁立岑成胜追击 11比5锁定胜局 大比分2比1领先 第四局宇田姓史 护上损辅退无可退的情况下 开始搏杀 开局一度7比1最终11比3再胜一局 双方大比分2比2平 决胜局相鹏袁立岑一鼓作气 以11比7锁定胜局苦战5局 总比分3比2惊险战胜日本宇田互上组合 成功晋级四强大名单 并没有掉链子 表现可圈可点 赛后面对媒体采访 国平小将袁立岑表示 自己与搭档发挥的都不错 相鹏也表示自己打得还可以 还称赞搭档袁立岑非常给力 此外 袁立岑总结比赛的时候谈到 自己连续与衔接的时候稍微有点卡 希望接下来可以改正 男双冠军今天出炉 今天晚上6点是男双半决赛 晚上10点就是男双决赛 届时产生男双冠军 乒乓球 WTT男子总决赛 今天将迎来最后一天的对决 目前四强名单已经全部出炉 国平男双大获全胜 三队组合 樊振东 王楚清 林高远 林诗栋 相鹏 袁立岑 全部过关 男单则是胜负各半 樊振东 王楚清 林高远晋级 马龙 梁静坤 林诗栋 被淘汰 根据安排 1月5日晚上将结束本次总决赛的全部较量 其中 王楚清将与德国强敌秋党联姻林诗栋 梁静坤过招 而相鹏 袁立岑则会遭遇实力不俗的法国勒布伦兄弟组合 双方或将爆发恶战 精彩值得关注 更多详情请看下文 总决赛因为受邀参战的运动员数量较少 所以三天便能打完 其中国拼选手林诗栋 在南单第一轮便2比3输给了秋党 然而紧接着梁静坤又在第二轮同样2比3输给对方 这个结果的确有些出乎许多人的预料 看来除了张本智和 秋党也能扛起华人乒乓球运动员的大棋了 此外 国拼大满贯马蒙在内战中败北 2比3不敌队友林高远 至于樊振东 王楚清则顺利击败各自的对手 尤其王楚清3比0横扫张本智和 更是令中国球迷高兴不已 目前国拼南单占据了4强中的3个席位 南双又全部过关 虽说是有喜有忧 但毕竟是喜大于忧 根据安排 夜5日晚上18点将迎来国拼南双内战 樊振东 王楚清 林高远 林诗栋 再次狭路相逢 复刻去年德班士兵赛的经典对决 当时前樊振东 王楚清3比1取得胜利 并最终夺得冠军 这次也相对更占优 林高远 林诗栋 想晋级有难度 紧接着18点45分 是第二场南双半局赛 暴冷淘汰前南双 世界排名第一组合 宇田姓氏 护上损腐的国拼新星相鹏 袁立成将再次迎来考验 那就是与法国的勒布伦兄弟交手 此战相鹏斜杠袁立成仍然处于劣势 需要认真研究对方的球路 做足困难的准备 晚上19点30分南丹交点之战打响 连续击败强敌费利克斯 张本智和的王楚清将与秋党狭路相逢 本次比赛秋党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 是目前唯一突破了中国队防线 并且击败了世界冠军主力的外协会运动员 王楚清虽然实力更强 但绝对不能以老眼光看待对手 20点15分南双交手后的樊振东 林高远将在南丹项目中再次巅峰对决 两人过去曾互有胜负 总的来说樊振东的战绩相对更好一些 但在此之前马龙对林高远的战绩更好 然而这次也败在了对方的拍下 所以现在的樊振东也未必能稳赢林高远 这场球同样是胜负难料 晚上22点后决赛将拉开帷幕 那么国拼选手能否会是最后一轮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3比0大胜张本志和 王楚清奥运加码 王浩狂喜 刘国梁或收回成命 马龙传人王楚清发挥出色 在WTT多哈战的南丹八进四比赛里 彻底爆发了 他3比0横扫了张本志和 这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胜利 更重要的是他实现了三个关键性的目的 有可能让刘国梁收回成命 重新考虑一下谁才是中国国拼的男队一哥了 首先 王楚清本场比赛的背景是 下半区两个队友都输了 本次多哈男单总决赛 上下半区各有三位中国选手 上半区的樊振东林高远马龙都进了八强 他们打得没问题 但是下半区临时动一轮游 梁静坤二轮游就只剩下王楚清一个人 如果他再输的话 那这次他可能导致国拼丢掉冠亚军 别说第二名了 甚至可能这一战的冠军都会丢掉 所以说王楚清在赛前一定是要背负着必须赢的压力 他要给队友们守住底线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 本场比赛的开始之前 王楚清还在面对一个情况 就是他的对手张本志和 这是他潜在的奥运会单打争冠最强大敌 如果王楚清能上奥运单打 目前来看机会是很大的 如果他能上奥运单打 他一定会对上日本一个张本志和 那奥运会你面对他的时候也是一场遭遇战 你能能用这场比赛 给后面的比赛去培养一些信心呢 每一场外战都不能输 而你面对你潜在的对手就更不能输了 这场如果输了 教练组会认真考虑王楚清能能上单打 但是现在赢了 这就不需要再考虑了 最后一点 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 马龙和梁静坤已经都被淘汰了 那么我们说在这种背景下 王楚清需要面对的强敌和夺冠的对手 就只剩下了樊振东 只要赢了张本志和 这个冠军基本就稳了 有一个冠军到手信心提升之后 他就有可能去拿六冠王 因为从一开始多哈的年终总决赛 再到接下来多哈的球星挑战赛 再到后面的常规挑战赛 三个赛事当中 王楚清报了六个项目 那么冲击六冠王的第一步 就是先拿下总决赛单打冠军 在16大高手迎级的比赛里 你要是夺冠了 肯定是提升信心的 这个信心提升了 就更有机会在后面打出好成绩了 我可以拿下来多了 我可以拿下来多了 所以我将是夺冠军的 喜欢我 我可以拿下来多了